恭喜新疆队拿下了第一黑马的战队 也就是浙江队 在八联赛的同时还带起来了双核心 追平了广东队 而且还有机会去港超辽宁队的 谈到这里之前 那么如今的李春江指导 他所率领的上海队 能否有机会迎来大仿超 冲击冠军呢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同 我们重点跟大家共同聊一下三个点 首先咱们要聊到第一个点 李春江他所率领的上海队 纠纷的成绩击败了浙江队 浙江队在过去的比赛 在无前的率领之下 可是被称之为最厉害的 全滑板阵容的战队 但是现在李春江他居然做到了 他现在所率领的上海队 完成了很大的一个仿超 战胜了浙江队 而且还带出来了两名核心 这两名核心球员包括了王哲林 王哲林全场比赛拿到了24分的数据 另外还有作为后卫线的核心外员 富朗克林 富朗克林更是状态非常的出色 拿到了39分的战绩 所以说呢 我们能够了解到 现在的李春江 他所率领的上海队 不仅仅来到了西北的排名 第四位 说白了 基本上呢 进入到四强 机会就很大了 而且呢 还跟广东队的成绩 十胜二负一致 大家都是拿到了十二场比赛 十场比赛的胜利 李春江呢 现在说白了 真的就是把上海队 原本的一支渔南战队 排名比较靠后的战队 给拉了起来 那么李春江 他的功劳真的就很大了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就共同认真分析一下 首先呢 就是李春江 他能够九分的战绩 击败浙江队 这就说明了 李春江 他的实力摆在那里 而且 他给出来的用人安排 非常有艺术 李春江呢 他就紧紧抓住了 内线层面呢 依靠着 王哲林 而且呢 在后卫线层面呢 就依靠着富朗克林 当然是这两个点 就成功突破了出来 而且我们要了解到 其中面对全华帮阵容 这么出色的浙江队 李春江他在用人布置 战术安排的时候 还非常的巧妙 其中呢 有派上一些年轻的球员 相当程度上 去阻止了吴钱 他的进攻得分 而且在防守层面呢 真的做得比较到位 其中王哲林呢 在全场比赛 还打得非常拼 基本上呢 拼到了最后啊 个人呢 已经是非常劳累的了 但是 王哲林 他自从交易到了上海队 整个人呢 完全是找到了家一样 打得非常的拼命 每一场比赛呢 都是用出了自己的职业生产当中 非常丧心 非常用心的去打比赛的 可以说 王哲林 现在在李春江的算力之下 可以说正式爆发了出来 那么李春江呢 他也成功去激发了 王哲林的斗志 而且也激发了富朗克林 还有可朗白克等其他球员的斗志 李春江知道 不愧是以往的七冠王的冠军教头 他不仅能够把团队带好 而且还能够激发出 团队其他优秀成员的实力 这就说明了他的实力 然后呢 我们再来了解到 王哲林 他不仅仅说拿到24分 那么简单 他的篮板球呢 去到了13个 另外助攻数也去到了9个 王哲林的上双数据呢 无论是篮板球还有得分 都打得很出色 更加值得议题的是富朗克林 富朗克林39分不说 他的助攻数高达了14次 而且篮板球呢 也能够抢到9个 这就说明了 他的篮球意识非常强啊 他对球的落点把控 以及对整个球队 怎么去配合进攻 都是了解的比较到位的 他对篮球的解读 很到位 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李春江 他能够把之前的上海队 带成了现在的非常强化的一支战队 这就是他的实力所在 本个赛季呢 李春江很可能会成为第四支的 冠军争赌战队 也就是广东 辽宁 以及广萨队之后 下一支的冠军战队 大家是否认同呢 你支持李春江知道吗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再次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可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